在太阳花学运落幕之后 警方随即展开传唤行动 但是有部分约谈的对象没有到案 包括被指控包围警察局的台大学生洪崇燕 就表明他不接受警察局训问 他说要自行向检察官说明 323攻占行政院警动有没有人违法 警方已经展开调查和约谈 被列在传唤名单的阳明大学学生陈鸿章 第一次有事请假没有到案 今天在律师陪同下 做好准备来到警局 要好好说明案情 警方传唤的行动一波接着一波 但大部分的约谈对象都是请假没到 或是迟迟联络不上 原本周五要约谈的妖息 也预先表明无法到案说明 警方要约谈却一直碰壁 被指控包围中正一分局的台大学生洪崇燕也说 不接受警方的训问 要自行向检方说明 警方的公权力受到挑战 有法界人士表示 民众接获警方通知书 没有正当理由不到案 警方除了能够直接喊送 也可以向检察官申请拘票 太阳花学运落幕 司法侦查接着展开 除了警方调查 北检接获学运相关的告发案件 林非凡已经增加到17件 陈威廷则有15件 红虫叶也有两件 就算印内机谈不倒 请不吝点赞通知书